5月30日 李星林心如通过动态与网友分享了两张照片 照片中的她 身穿素白短袖 蓝色牛仔裤 还手握一个蛋卷冰淇淋 这条动态看上去 就是一次普通的生活记录 但是 结合几天前 林心如参加某某应用品组织的活动中 被网友怀疑不穿内衣 真空上这仪式 此番动态分享 倒像是一次无声的回应 活动当天 林心如身穿裸粉色素身套装 半露相间的造型凸显出 林心如温柔妩媚的气质 可以看出这身装束对身材的考验性极高 不过47岁的林心如将其驾驭得相当完美 不得不感叹林心如的确是保养友方 身材比例依旧是相当优越 不过 过于修身的装束难免会活动不变 活动环节中 品牌方特意设置一个环节 让林心如与一位可爱宝宝亲密互动 看到丹蒙可爱的宝贝 林心如自然是母爱泛滥 直接半蹲下与宝宝互动 或许是因为衣服太紧的原因 蹲下后的林心如胸部显得有点怪异 给人的直观感觉是没穿内衣 很多网友也捕捉到这个细节 吐槽林心如是否过于放飞自我 竟然在公开场合真空上阵 面对如此尴尬的问题 台上的林心如却表现得颇为淡然 直接回应到自己里面穿了打底衣 不过对于林心如的坦然回应 大多网友表示并不买账 递竟是否穿了打底衣 大眼一看就能看出 林心如这样为自己解释 大概率是强行为自己晚尊 对此有网友表示 林心如早年就风格大胆 经常见走偏风 曾经拍摄过不少大尺度照片 这也足以证明生活中的 她性格比较豪放 在外面玩得很开 例如这组她早年拍摄的时尚写真 画面可谓极其辣眼 在镜头面前 林心如大摆性感pose 眼神魅惑 身材火辣 要知道这组海报 放在现在应该会被吐槽成打擦边球 另一组写真中 林心如更是以清凉比基尼造型大方出镜 大秀自己纤细有质的完美身材 照片中 林心如尝试了各种风格 有的清纯甜美 有的热情妖娆 不过可以看出 早期的林心如唇欲气质更明显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成熟女人为财足不得已沉淀 此外 林心如还曾被曝光与四位赤身猛男 大丸身体诱惑 据悉 当天恰好是林心如的生日 经纪人为其提供了这项特殊福利 四位猛男身材威猛 只穿底裤围绕在林心如旁边 如此场景之下 林心如也并不羞涩 还不忘抚摸一下猛男们的胸肌 不仅于此 当天林心如还被五位猛男一起抱起合影留念 林心如对此并不感到抗拒 反而是乐在其中捂着嘴笑 不过与霍建华结婚生理之后 林心如明显收敛了很多 如今的她走的也是成熟温婉的知性路线 如今林心如和霍建华都开始开工了 尤其是霍建华返回内地拍戏了 而林心如表示自己也会忙起来 但是自己会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 对于霍建华回来大陆拍戏 林心如表示自己是非常支持的 毕竟她偶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目前林心如在网友们心目中算是贤妻良母的形象 对霍建华也是照顾得很好 并且还时刻为孩子做美食分享美食 是一个十足的好妈妈 难怪霍建华能够越来越爱林心如 网友们都表示她们才是娱乐圈真正的模范夫妻